Hey Siri, Lumos Ok, Nox Ok, I've turned torch off 月能静威力 好 变身 好 希望之光就在每个人心里 完成 我用的是iPhone手机 iPhone手机里面有自带一个程序叫快捷指令 你点开它 这个所有快捷指令就可以看到 我前面设的月能静威力变身啊 希望之光就在每个人心里啊 如果我们新设一个就是点这个加 然后这里呢就是你输入你要说的话 就比如我说代表月亮消灭你 然后这个添加操作呢 它可以添加很多种操作 不光是有我刚才演示过的那个闪光灯打开和关闭的功能 它还可以调高什么屏幕亮度啊 调高音量啊 调出某个程序啊等等很多 你可以看 这边有那个所有操作 就是有很多很多就各种 那现在呢我们做一个调高屏幕亮度的一个操作 就是设定亮度 然后把它设定到百分之一百 然后现在呢就可以了 就是 Hey Siri 代表月亮消灭你 你看它的屏幕亮度就 就调亮了 那如果你要玩哈利波特的咒语呢 你得首先把Siri切换成英文模式 就是在这个设置里面找到这个Siri搜索 然后你把这个语言换成英语 比如说什么英语的英国的 然后切换成英语之后 它就能听懂了 在英文模式下 同样的你也可以在这个快捷指令里面设 你想让它学会的各种咒语 然后它就可以学会了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它是有一定限制的 就是你设的这个快捷指令 不能跟它原有本身自带的语音指令相冲突 比如说那个哈利波特里面有个咒语叫 Incendial 就是火光熊熊 这个它是不会懂的 因为这个Sand 跟它本身的指令 就是发送一个信息的那个Sand 是一样的 所以不管你怎么设这个快捷指令 如果你说Incendial 它一定会读成Sand 它就会问你 你这个信息要发送给谁啊 你就这样子 还有那个我原来试过的 月光传递着爱的信息 这个信息也不行的 信息它就会以为你是要发送信息给谁 所以这个快捷指令 就是你不能跟它原有的语音指令相冲突 就是什么月能尽威力什么 这个你随便设 还有如果你按照我刚才说的 设好了快捷指令 但是它没有反应 那很可能是因为网络 因为快捷指令这个APP 它默认是在5G的情况下运行的 所以它不一定能够在 无线局域网的情况下运行 那你要设一下 就是你从这个设置里面 点到这个无线局域网 然后从下面这个 使用无线局域网于蜂窝网络的APP 然后你找到这个快捷指令 然后你给它选择这个 无线局域网于蜂窝数据 就这样子 它就可以在无线局域网下运行了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 让你的iPhone变身魔法棒的视频哦